這是中國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是安全的 所以我希望香港人在香港住在香港 你們非常危險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說 香港已經變成一國一制 和中國一樣 他提醒在香港的美國人 歐洲人 世界各地的僑民 關注港版國安法 因為這些法例涵蓋全世界 譚德志在7月4日下午3時左右 響應網民號召慶祝美國獨立日 譚德志唱生日歌祝賀美國國慶 他批評香港政府不容許市民參與慶祝活動 有心理準備可能會被警方拘捕